大家好 可能大家在遇长生活中可能会遇到一些身体的不适 那么身体有哪些表现 你就认为你自己是艾滋病呢 那么身体有哪些表现是艾滋病呢 首先你要知道艾滋病它的传播途径 也就是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它包括三个方面 也就是我们说说的性传播 血液传播和母音传播 其中性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 所以说性传播它主要就是什么 同性恋 另外就是多个性伴侣 所以说呢 还就是我们要节省字号 还有一个是血液传播 你说你到不就是说是 效度不贵征的一个场所 你去纹身或者是纹眉等等 都可能出现 那么如果呢 有以上的这些传播途径 再加强以下的一场表现 我们才可能怀疑 所以说呢 有哪些呢 我们先说一下六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说说你发烧了 而且不规则的发热 你在一个月以上 找不到原因 还有就是说三个月之内呢 就是说你反反复复的出现 复习每天大概要四到五次 另外呢 体重呢 我们下降了百分之十 我们到消化科中院 我们也找不到原因的 还有呢 三个月就是说持续了 这个零排阶肿大 另外呢 还有一些神经系统的表现 它包括哪些呢 就是我们容易能四睡 我们也就是说是老年痴呆 容易健忘 还有一些神经末少的一些原因 另外呢 还有脊髓病 有这些病呢 神经系统的疾病 一般是我们都知道 是中老年人容易得的 那么现在的年龄呢 偏低了 就中期年容易出现 再加上结合一下前面的一些传播途径 我们可以考虑哈 另外呢 反反复复的出现了 机体的一些感染 包括我们的口腔的感染 还有我们肺部的感染 还有我们所说的脑膜炎 还有活动性的结合 那么它的迅速呢 就发展 也就是说它发展的特别呢 就是说是快 另外呢 就是还有我们所说的 机体的淋巴流 出现了血液系统的疾病 你结合上你的这个传染性途径 我们才怀疑 所以说得了这个疾病 那么所以说大家不用归紧张 另外呢就是怀疑的情况下 我们到医院了进行就诊 在医生的指导下 我们在那个啥 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谢谢大家